北爱二难 标志着仇恨的名字 流血冲突 汽车炸弹 令到这一片宁静 已有不起眼的国度 文明于世 历史是用生命写成 三十年来 亲英的新教徒 和争取独立的天主教徒 多场无畏的冲突 断送超过三千四百人的生命 无忧子的报复 无忧子的恐怖活动 无忧子的伤亡 在这片生命无法掌握的仇恨天空之下 竟然有超过六千个中国人活在甲冲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爱二难的仇恨 源于自私的侵略 本世纪初 爱二难成功脱离统治了他们 超过二百年的侵略者 英国 成立爱二难共和国 不过北部有六个郡 仍然由英国人统治 称为北爱二难 土地面积一万三千四百八十平方公里 人口一百六十六万 涉制队由伦敦到达北爱 尋找中国人的第一个地点 是有炸弹城之称的北爱首府 贝尔法斯特 英国是先进发达的国家 但是由他们管治的贝尔法斯特 给涉制队第一个印象 是残破 是危机 四周围都可以见到被破坏 被火烧过的建筑物 在街上巡逻的警员 个个身穿被弹衣 这里独有的警车掩养装甲车 更加令到这个城市 添上了紧张的气氛 当地政府设立的和平线 将亲英基督教徒 和要求独立的天主教徒分隔开 壁里分明 基督徒区 会在屋外树立红白蓝三色 代表英国的旗次 而天主教区 就会悬挂六百橙 爱尔兰国旗 但是和平线 并不和平 和平线 原本是用来平息动乱的铁杂 就成为爱尔兰共和军 经常设置炸弹的目标 然而在这个最危险的甲逢当中 摄制队就寻找到一个 来自香港的女子 吴尋常的故事 这个就是交界 即是那边就是 基督教的 这边就是 天主教 那你的店铺就开在中间 是的 所以变得很麻烦 那炸在哪里 炸弹在哪里 炸弹在哪里 炸弹在这边 在这个电箱里 是爆炸的时候 在哪里 我在外卖当 即在那里 是的 在外卖当那里 其实差十多二十尺 它的马力很大 哈哈 你听到什么声音 很响 整个烟 沙尘滚滚 在贝尔法斯特 仇恨夹逢当中 开设中式外卖店的 是来自西华 今年四十七岁 人称大家姐的余银友 他离开香港二十五年 活在北外炸弹边缘十九年 以前他每月收入 只得四百元港币 但是今天 他在仇恨夹逢当中 找到生存空间 有自己的外卖店 有自己的车和楼 不过生存背后 就要付出代价 十六年黑市居留 是这个中国女子 妻孙的他乡故事 后悔就是没有居留 即是你初初来到英国 或者北外人 是没有居留的 是没有居留的 那你怎样可以留到现在呢 怎样可以留到现在 差不多好像逃难 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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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做一天 希望环境转的时候 就有改变 七四年 是北外最动荡的岁月 当时大家姐 在香港的工作 是做医院的清洁女工 平凡而安定 但是丈夫的一个决定 迫使她 放下香港两个女儿 离开香港 离开安定 她七三年来 然后叫我来英国 在英国哪里 英国 劍桥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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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那为什么她又会离开香港 去英国 因为她觉得在香港 找食艰难 还有她在新界的人 看到别人找到钱回香港 所以她认为 在英国找钱容易 那为什么又会由劍桥 就来到北爱尔兰 那里 在劍桥 因为她没有地方住 后来她出了唐人街 在唐人街 在唐人街 搞赌档那些 后来找不到食 后来 在伦敦没有什么工去做 后来我们有朋友 在Belfast 或者请人做工 我们就过来Belfast 其实当初 你有没有想过Belfast 是一个什么地方 没有的 你为了生活 你没有想到将来 其实有没有听过 之前已经是有炸弹 有 以前的人上来说 你害不害怕 那些军佬拿着追枪 在车尾 一停的脚 那支枪会开着的 初诚我也害怕 当年很多人都以为 在他乡 会找到大把钱 但是实际生活 是两个天地 他乡的仇恨暴乱 中国人往往可以自身示呆 大家姐最怕的 反而是当地的警察 因为她持有的 是英国殖民地護照 居留和工作 同样是妄想 而北爱的警察RUC 同样是北爱天主教徒憎恨的对象 他们不单止树立路牌 禁止警察内进 在天主教区更加有很多壁画 发泄他们对警察的不满 而为了防止恐怖活动的襲击 北爱独有的警察局 竟然就设计到 好像守卫森严的监狱一样 一路以来都没有被警察查过 有试过一次 那时是怎样 可不可以说一下 那时我在别人家外卖当做的 幸好有个朋友 类似我这样 就借了别人的护士 给一个移民官来看 移民官就看不出 那你当时怕不怕 都怕的 不过问题就是胆博胆 那为什么这么辛苦 还要留在这儿呢 那你没办法 就是以我们 没有学会的人 可以去哪里 黑市居民的生活 是不见天人 是惶恐 大家姐小心为丈夫 躲藏在餐馆的厨房和宿舍 可惜 这对患难的黑市夫妻 却是要孤独终结 为什么要分开 他什么时候分开 他什么时候分开 1982年 1982年 即是你来到Belfast 之后的第二个 是的 那为什么 因什么原因分开 他欠人的钱 即是他在那儿赌钱 是的 欠人的钱 欠多少 根本就欠不到很多 千多磅 但是千多磅来说 都很难找 他就走了 走了 还有他用了一些 那些车簿 用了别人的车 那些车有保护的车 开空投支票 是的 开空投支票 他怕警察找他 所以他自己走回到伦敦 难倒欠债 是当年移居他乡的中国人 最常见的结局 没有丈夫的生活 大家姐很快经过 但是16年 和两个爱女的分开 才是令她最难受 我离开我女儿六岁 即是你来英国的时候 你女儿六岁 五岁 一个五岁 一个五岁 一个六岁 你自己捨得了 没办法 是不捨得的 谁捨得的 没办法 那我老公就要我来 他说如果你不来 以后都不要来 你有没有想过 带他们两个去 那你自己都自身 男抱 怎样带他们去 尤其是你一个人做公寓 一个人在一间屋宿舍的时候 你会感触 你会想起以前 想起现在 你会哭 听到这里 每个人都往中 都往中 爹 废訪 那些都往中 共和軍的政黨、新分黨的分佈 對很多人生活在這裡是提心吊膽 但是這個平凡的中國女子 和令人民風喪膽的共和軍代表 竟然可以譚笑風生 這個是天主教的頭的助手 地方的Asia You are on the news, you are on the Chinese news It tells you what about Forthrow What about Jerry Adams What about John Anything you want 他尊重的毛面佬就遊擊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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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eah, until he gives him a card What about Jerry Adams 他是蒙面佬的 他跟Jerry Adams做助理的 做助理的 做助理的 在旁邊 在旁邊 帶你辦公室行 Show your辦公室 大家姐說 北愛的動亂不關中國人事 這也是他活在危險北愛的生存態度 和恐怖分子打交道 在被認為是最危險的地方開餐館 大家姐也都認為是平常 只是外界人沒有用心去尋找 他呢 現在我和我 例如那些客人有麻煩 或者拿了餐不給錢 就可以 他可以找他 他有很大的勢力 他有做寫字的 他有做文職的 但他認識那些人拿槍 你認識的 這樣就很有趣 譬如說 外形人共和軍 在你中國人心目中是一個看場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這樣說 中國人叫看場 被形容和恐怖活動 畫上等號的北愛天主教徒 給攝製隊的感覺 竟然是出奇地友善 而一個女性 獨自面對離開香港後 25年的巨變 攝製隊也都覺得 大家姐是出奇地堅強 選擇豁然面對 盡力說好他原本一隻字都不懂的英文 盡力投入當地生活 目的是賺錢 供養在香港最擔心的兩個女兒 電話當時都很貴 盡量都是過年才打一兩次 平時如果他有什麼事我都是寫信多些 會不會很掛念他們 有 以前很掛念他們 發夢都會想起他們 就算當你老公離開了你 剩下你一個人 你有兩個女兒不在身邊 那你怎麼想 有啊 有啊 想一下女兒怕她做魚膽妹 那時候最流行的魚膽妹 那些 你第一次見到你女兒 那個感覺是怎樣 不相信自己的女兒 這麼大個在你面前站著 很陌生會不會 小小啊 根本你小時候留在香港 到突然間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兒 站在你面前 喊你媽媽 很意外 有時候好像不相信自己 是自己的女兒站在你面前 大家姐在90年 終於可以拿到居留權 終於可以回香港 和兩個女兒團聚 全憑得到當地 一個華籍男友的協助 而大家姐生命中 第二個男人肥叔 是和丈夫分開的第二年認識的 對大家姐來說 也是最黑骨銘心 曾經十八年 我和男朋友一起十八年 她很不幸心臟病 爆發 就死了 所以有時候覺得自己很孤零零一個人 大家姐這段情 不單止早逝 更加是世俗所不容許 原來肥叔在香港 已經有原配太太 不過她從來不介意 從來不扣名分 直至肥叔過身 關係才被對方揭穿 這間鐵絲網密封窗戶的大屋 就是以前大家姐和肥叔一起生活的地方 北外暴力事件 嚴重影響年輕一代成長 他們經常事意破壞 發洩不滿 令到當地大部分的遺所 都要加上保護窗戶裝置 在這裏生活 就好像肥叔和大家姐的關係 滿步隱憂 不開心是他們的基督教的人在騷擾我們 怎樣騷擾他 有時候我們有人在家 他也是這樣踢我 蛤?踢門那怎麼辦 那你很害怕 你不知道他做甚麼事 怎麼 木板就是我們封了去 預防萬一再扔爛玻璃 因為你自己要給錢再製 而且很麻煩打你的玻璃水 以前已經是扔過玻璃 對 用甚麼扔? 石頭 很大塊的磚頭 弟弟也不一定 大人也不一定 通常都是25歲以下的 我們看看那邊 所以我們現在全部都做完了 有貼絲網等等 這個也是一個窗戶? 對 後面的廳和工房 那些窗戶 你看到有些玻璃打爛 黑市的生活 黑市的感情 還使最終獨自面對 不愛惡劣的環境 大家姐並沒有放棄 在九年前 她將所有的積蓄 投資在現在這一間外賣店 無論是入貨還是做廚 凡事都親力親為 外賣店每星期 可以為她賺取一千磅的利潤 而去年她終於可以用 六萬四千磅 擁有自己的第一間屋 是的 我這個花園是救我的 有花園還想怎樣 如果在香港來賣店 這裡環境也不錯 鄰居認識嗎 認識 認識 What's your name for your name D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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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熟不熟 我和她 我只是來這裡認識她 一個本來中文和英文都不認識的清潔女工 從一無所有到今天在他鄉有自己的生意 大家姐坦白說 有部分是因為北愛過去的日子實在太亂 做生意的人撤退 令到她沒有競爭 所以對北愛和平也有她自私的一套看法 都算不錯 一個人住這裡 OK 我不贊成和平 為甚麼 因為我和平的競爭力大了 今時今日 大家姐的兩個女兒同樣移民到北愛 嫁給當地的華人 養育女兒的重擔已經完成 她滿足自己在北愛闖出的一番成就 但是心靈仍然覺得有遺憾 現在我是自己一個人住 有時候回到家真的很悶 所以我們唯有是看帶 或者打蠻雀 沒有甚麼其他的消遣 你說我是不是需要找個伴侶 希望我可以滿足我將來的 可以不是說開心 或者有個伴侶和你一起走完美的那段路 自己認為很開心 那香港給你還有甚麼印象 香港來說已經不是我們的追求 我自己沒有書讀到 現在化 萬現代化的東西 根本我們講VCD 講甚麼電腦 我們已經追不到了 我們又在這裡找慣了這個數目 而你回香港接受這麼低的人工 你不會那麼辛苦去做 所以你就 我就放你香港 最後我也是在這裡落腳 做我死也是在這裡 就是我已經有這樣的打算 心靈空虛 促使大家姐經常去的地方 是貝爾法斯特這個墳場 攝製隊在這裡發現很多墓碑 都是屬於英年早世的年輕一代 當中更加有些標榜是新教徒恐怖分子 仇恨至始不如 代代相傳 而在這個墓碑的旁邊 就是令大家姐無法忘懷的肥叔墓碑 她是何時過世的 在1998年2月18號 那其實葬在這裡是哪個意思 是她家人的意思 那其實這個位置還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位置 就是 我就買多一個在隔壁那裡 這個就是你 將來我女兒來拜的時候 一起都可以拜 而年輕方便 是 場面在男友的墓旁 是大家姐對肥叔一份思念的情懷 場面仇恨不愛 也是大家姐選擇在他鄉的最終結局 仇恨三十幾年來從未離開過北外 而三十幾年沒有離開過北外的中國人 有人找到生存空間 有人差點命喪仇恨槍下 來自大埔的狗記魚蕩王氏三兄弟 三十二年來 由賣魚變成北外酒店旅遊業大亨 還成為首批獲英女皇頒法分行的北外華人 一個來自新界的香港女人 Selena 被北愛仇恨牽連 成為第一個被當地恐怖分子伏擊的華人 攝製隊還親身目擊親英新教徒為了紀念佔領北外 闖入天主教區遊行 裝甲車 軍警 嚴陣以待 衝突如箭在嚴 下星期我們繼續在北外仇恨天空下尋找他鄉的故事